上个视频给大家展示了129天花板级的神木灵 他凭借着超强的硬件 拿到了天科第一神木的称谓 也就是129全服第一神木灵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那就是129级群雄冠军 而且光是今年 他们战队就一共拿了5个群雄冠军的成绩 一个字强 当然那这么好的成绩 离不开老板的疯狂更新 都是凭借超能力换来的 那么群雄冠军的奖励究竟怎么样呢 投这么多钱有什么回报呢 接下来就跟老王一起来看看 群雄冠军的奖励到底有多好吧 来都来了 顺便夺个冠再走吧 给我呀 给了 打开以后看看是啥 要留下15个空位 给的东西真多 没白更新18段的衣服 15个道具是啥 兄弟们来 附魔宝珠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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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的剑书 150的铠甲书 140的戒指书 140的配置书 140的手卧书 然后150的铁给你安排上 140的零食也给你安排上 好吧 谁说玩梦幻 见不着回头闲的 来吧 直接给仓位带上 天壳群雄 全服冠军 谁能想到 一个没有染色的剑瑕克 背着一个金色的ID 金色的称位 没给你安排小挂石 行了 自己买点筷子 再选个地争吧 他这武器啥 他有三把武器 一个是简易特技的 一个是极限属性 单加膜的 一个极限属单加膜的 这个是人毒 这个是毛毒门仙毒 人魔仙都有不几别 有本书没 看右上角的 头盔 领取一个地争限队 好 他有一地争 两地争 三地争 四地争 地争总共有几款 地争真大 而且黑色的还挺漂亮 青色的不好看 黄色的一般 我觉得这个色好看 就有点像特殊染色 大不大 就说路股有没有他 底盘有没有他高 你有别 你有别